咱们就来回到咱们这里边的内容 那么首先第一个咱们要做的是哪块内容 是关于它的一个手页的最头部的内容 就是这儿是为头发 也就是我们说的logo那部分的内容 因为logo咱们之前做的时候使用DIV咱们是怎么完成的 是在手页里边先弄了一个大的DIV 然后在大的DIV里面骗到了 八个小的是吧 八个小的可能是三个小的 八个 然后在第一个里边八个里边 第一个里边我们是不是见到了三个小的 是不是这么玩的 别忘了 有的哥们上来就整三个 那么此时 在第二个里边咱们之前是那么不语的 那么这样一来就可能把它给弄死了 写死了 而咱们BOOSTEP不是这么玩的 它怎么说呢通过布局容器以及三格系统来做的 咱们要了解这块的容 咱们那边是为了解关于它的一个布局容器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里边 在官网里边 我把这两个的都给你关掉 好 这是关于它的一个基本的模板 基本的模板 那么这里面呢也对 其他的一些组件都做了一些介绍 你看这 有导航条啊 静态的这个导航条啊 全都有固定位置的导航条 然后呢自定的一些组件 自定的一些组件啊 一些啊 一些其他的一些使用的啊 内容都在这包括一些社区的啊 一些介绍也都在这有啊 在这包括你怎么去 去怎么样呢 去禁用这个响应啊 师傅局 他这也做了一些说明啊 做一些说明啊 好这是对他这块的一个了解 这是起步啊 这块内容 当然你我刚才是拖这个啊 我已经做了特别人情话 怎么样 这是一个什么 返回顶部一点击啊 直接跳到这啊 这关于一个顶部 那么接下来 咱们要学习它的啊 组成部分的啊 第一块内容 关于全局CSS 全局CSS 同样 你只要查看 我怎么样了 有内容比较多是不是 我怎么办 把这个关掉一些啊 长在这 有一个什么 全局CSS啊 好 我们打开这个一面啊 打开这个一面啊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HTM文档类型 文档类型啊 那么 使用到HTM 这样需要将设置为 HTM的文档类型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这又 做了一个说明啊 那么参照这个 那么你写的时候 这是不是又给你 使用好了 所有的代码 不管是哪块的 几乎它都给你使用 直接拿过来用 然后这来一个什么 移动设备优先 那么在 HTM2当中 我们这区框架的 某些关键部分啊 做了一些 友好的这个样式 而在三周 他不仅仅做了些 还做了些调整 然后呢 直接将它 线到 在它内部当中 中去了 就是做它 内部 引入了这些文件的 一个内科的内容 你一样都不需要 单独的去理会 直接引入它 核心文件 就OK了 然后这呢 说明一个什么 咱不算 主要解决的 不是写啊 设备这块呢 不是 最终考虑的 不是什么 PC端 它主要是针对 最针对的是啊 咱们移动设备 比如平板和手机啊 然后在这怎么样 为了确保 绘质和触屏的速放 这呢 也给你啊 弄了这么一个 弄了这么一个 这是咱们之前 讲过的这个啊 释口的一些内容啊 好 当然怎么样啊 可以是不是禁用啊 这一定怎么样 就提供了一个禁用 然后自己怎么样了 禁用之后 什么效果呢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一样 一旦禁用之后呢 你就被这手动怎么样 去拖动啊 拖动它就滚头了 好 在这呢 排吧 与链接啊 这都给你写了 那么这个啊 是不需要咱们去 怎么样去 关注的 关注是哪个呢 下边一块里 叫做 布局容器 当然你点这也可以啊 直接敲这栏 布局容器 那么boost app 需要为页面内容和 删 删格系统 包括一个 container容器 注意 别人已经说 说得很明确 需要为页面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 为页面内容和删格系统 提供一个什么呢 container容器 所以 container容器 有两种 一种直接是点 container 一个是点 container 点 fluid 在这里呢 需要注意 你这些 都是别人提供 你只需要提供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 class 你就行 这都是它的 CS的样式 那目前我讲的 是不是都是它的 全局啊 全局CS的样式 所以你想要 实现它的功能 怎么办呢 只需要啊 引入 定义这么一class 然后就OK了 所有东西 它都给你整好了 都给你整好了 然后这个呢 它给你提供了两种 一个是 类 类 这container类 这种是用于固定宽度 并支持响意识布局 布局的容器 注意了 所以你到时候 可能会 有可能哥们 可能会疑问 我这个不写这个行不行 肯定是不行的 别人已经规定的 很明确怎么样 支持响意识的容器 你如果想要支持 你必须怎么样呢 放到这边去啊 放这边去 然后还有两种 接下来怎么样 咱们是得玩一下 它两种啊 好 我这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模板 先复制一份 Ctrl A C 好了 全部给你啊 关闭掉 这个叫什么 容器介绍 新建一个HTML文件 复制一份 然后我怎么样 把这个标题给改了 容器介绍 好 它这个啊 给你提供了两个 我怎么怎么样 是把这个行给删除掉 那么你们写的时候 也就都是一样 那么我给它看得比较清 比较清晰一点 我怎么样呢 把这个啊 给怎么样 移到 移到上面去 移到上面去 我这个给你删掉 就是这样子啊 好 在这儿 它说容器里边呢 是不是有这枚写啊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啊 可以直接啊 复制这个都行啊 复制这个都行 放到这儿来 然后呢 这里边其实是没什么内容 对不对 然后一看啊 看完之后 可能哥们说 哎 这没什么区别啊 对吧 啊 其实是有区别的 你一想要看它区别 你这怎么样呢 我自己在这一组织上 把它的样式 给它再怎么样 再给它设置一下 出来个style啊 咱们怎么 直接写div了 行不行啊 直接写div了 因为是不是就一个啊 一个 我还是 我还是用两个吧 不用这个吧 因为一会咱们是不是得 是不是得再来一个 是不是得再来一个 一会儿 所以这不这呢 就不跟你们说话了 然后再来个什么 border 一个像素 soni的实现 red 对不对 好 此时 我们先观察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目前是不是有了 如果你这没内容 我告诉你 没这三个点 一不小心 你试的时候 把这三个点干去了 你会发现 完了 原来 数两个现在在一起了 好 这样一来 你接下来代码 写到这里面去 他就已经具备了一个想意识的前进小间 当然你想让他完全想意识呢 还必须得学习另外的内容 首先 咱们介绍的是关于他的什么 是不是 这个容器啊 第一个是container 是不是还有一个 第二个容器 叫什么 container fluid啊 fluid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早上是读过 什么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流啊 流失了啊 好 此时的 我怎么样 是把这个一个 再来一个 叫什么 div 这个叫什么 container fluid 对不对 这个呢 我怎么样 是不是 再也给你来点点啊 对不对 我这个点 就跟这个点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还是有事 已是区别啊 那么如果 我不跟他讲的时候 他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目前 你看 他们之间 是不是有点区别了 是不是有点区别 啥区别 是不是一个 距离 左 这框距离 左边和右边 都有一个见据 而这个 它怎么样 两单 顶齐了 对齐了 好 我是不是 把框给他画出来 你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container fluid container fluid 然后呢 folder 一个像素 solid 然后flow 蓝色 保存一下 刷新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么 我今天写的时候呢 全都怎么样了 使用这种方式 先走 那么 全部对齐 看着怎么样 别流 别流 那么一般 别人在做的时候呢 可能怎么样了 也不会啊 也不会这么去干 也不会这么去干 好 这是关于 他们两个容器的 一个简单介绍啊 主要区别就在这儿 需要注意 对什么类众呢 请看 正常记忆 咱们写完这个之后 是不是我直接放在这个Div 如果一个普通的Div 普通的Div 什么意思呢 这里 普通的Div 再注意看 什么梗啊 什么梗 看看能早这儿说 是吧 不是怎么回事 看到没有 这些是有区别的 咱普通的怎么样 连这内容 他都顶到头去了 而他们之间呢 是有区别的 多大区别啊 他都内编具 给你设置了多少呢 15个像素 15个像素 这个怎么样呢 你是得查看 他的原代码啊 其中 有个叫什么 Botswap.css 是不是在这里面有啊 哎呦 哥们说完了 这这怎么玩啊 歇了 歇菜了 C 承诺C 承诺F 承诺V 是不承老啊 好 在这这表 你看 tiding -left -right -right -left 是不是都是15个啊 如果 你看着我这个页面 写的比较 B柳就这 他怎么样呢 没有 我得起 那么你怎么样 改哪啊 改哪啊 我之前好像是不是说过这个问题啊 以后啊 不管是现在 现在 里边提供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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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以后你们 服务器端学完之后 包括明天要学的 这个Massive修改正文的一样 不要给我改 这服务器里边的内容 你重新写位置 把它给我覆盖啊 不要改动里边的内容 你俩不用改 你如果想用 是不是 我这是不是也写了一个啊 那么此时 你怎么样 是吧 把这块的内容怎么样 给他重新设置一下 叫什么 是padding -left 是不是你啊 然后呢 -right 是不是你啊 保存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OK啊 不要啊 不要去那个修改 不要去修改 然后这个需要注意 你如果想要覆盖这个 请把这部分代码怎么样呢 是得给我放到 这个CMS的下边去啊 因为咱们覆盖的时候 我们说过它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啊 所以这一期节目的问题啊 不要忘记这是全面学过的啊 就可能有个哥们呢 去往前边啊 后边再学的时候就忘了 就忘了 所以这个得注意啊 好 这是关于这块的内容啊 这块内容 如果你想要呢 修改其他的啊 还在这里边 修改其他的一些属性呢 这同样也有啊 你怎么样呢 自己啊 去改 自己去改 自己去改就行啊 包括这个点儿 一会儿呢 咱们就得使用这个点儿肉啊 点儿肉 然后这儿 为什么 一会儿啊 一会儿啊 咱们讲到这块的时候 我们来看 一会儿再看这个 一会儿再看这个啊 那么现在目前 只关于这个样式 是不是这个啊 你想要用 你直接怎么样呢 把它给啊 覆盖掉就行啊 覆盖掉就行 然后别人写的这个怎么样啊 是不是都给你 该居中的 是不是都给你设置了啊 都给你设置好了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 一设置这个卡拉子怎么样呢 就这效果 特别好 是不是 不用自己单独去写啊 单独去写 好 这是关于容器的 一个简单的啊 一个介绍啊 给你